《文化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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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最大的問題 好像就是沒有問題要問的感覺 就是不管是到哪兒聽課啊 或者碰到什麼 有好多人好多問題要問 然後我覺得自己好像沒有東西 我覺得你沒有可以問的 對啊 挺好啊 不知道為什麼 沒問題啊 這麼想複雜了嘛 我也沒問題啊 那我還是比自己這個標題 沒問題是最大問題嗎 好像自己 你總會說難道我這麼聰明嗎 我既然我敢肯定說 我沒有絕對的智慧跟聰明 那既然這麼沒聰明 你怎麼能沒問題呢 我覺得要知道的別人都問 不是 你只關注佛學的問題 而佛學的問題 你都在網上能看到 世界法你不關注哪有問題啊 隔壁寄生蛋蛋神經 你不關心知道吧 是吧 你哪有問題啊 是不是 你關注的少嘛 這人道的事情 你基本上不關心 你哪有問題 你關心佛學 佛學經典裡面有了 是吧 老師也講了 還需要嗎 是吧 就沒了嘛 所以叫沒問題 這不很好嗎 你看你不關心這世界的問題 然後這世界問題又沒找你 你這都是福報來的 找了好像也沒事 你也不關心是吧 所以福報大嘛 很多人一找來就麻煩了嘛 是吧 然後你是人家找來了 你說我不關心 離我遠點 是吧 人世間的東西關心的不夠多 不太參與 對什麼只去做 結果也不太關注 所以問題少 是這樣的 佛學的問題 現在又互聯網 很多都能解答就行 就是在修的過程中 對 實證這一塊 你自己也知道功夫不夠 才又笨 是吧 就覺得功夫不夠 就還在修 是吧 這真的是沒啥問題 這有啥問題 是 好像功夫不夠 也知道為什麼不夠 反正就這樣 時間下去就會夠了 那是啊 那時間下去就夠了 到街市做 有時候沒準蝦毛破死老鼠 就成道了 師傅 延長這個雙盤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辦法 就是雙盤的時間 很難突破 第一是最好的人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 就是 少吃飯 吃的量少了一點 就是打坐前 肚子空一點 就是 脾胃一個肚子裡邊 有時空一點 氣慢容易過 就是這樣子 少吃一點 嗯 少吃一點 就是 其他的 還有就是 入釘 你就是能夠 我倆 在釘胎裡邊 你坐四五個小時 跟十幾分鐘一樣 你感覺不到時間 你就是身體沒感覺了嘛 你雙盤就不覺得 還有 越坐越舒服 吃不高 就很痛也是 就繼續冷 嗯 其實這個 就像一般都是 最好是你能夠靜下來 當然這些都是 你在沒入定前的 實在沒辦法 對 一般 我那會兒認為 坐久了還是有幫助的 對修行 那我那會兒就是 坐 就是兩個半小時 三個小時 剛開始 其實我也一直雙排 我就單排 但是我會換換腿 就是來換著腿做 這樣我覺得好一點 因為 既然不能雙排 有時候這個腿老在上 這半個身 還是有點 就是說 在坐久的話 對彭骨是有影響的 尤其剛身外還是什麼 所以還是換一換好一點 就是哪怕你今天這個 再上明天這個再上 這樣子 剛開始我也是認為 坐久了 就是說覺得 剛開始散亂的時候 坐久了 確實有幫助 因為坐到十五十分鐘以後 就開始腿 開始就是亂想 十五十分鐘以後 就開始腿疼 就不亂想了 全部就是疼了 疼我就忍 我就每天忍 十幾下 就是 我一定要等到他到極限的時候 忍無可忍了 我覺得再也要不放這個腿 我快殘廢了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 我再忍十下 我就數數嘛 一下 兩下 三下 每天多忍幾下 然後呢 忍 忍 忍 就每天多忍 明天嘛我就忍四下 第一天忍到三下 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我快死了 然後第二天忍到四下 我就說快死了 我也再忍一下 這樣突破突破 有一天你知道 我那會兒疼就是 有一個點就 受著這個 就是這個膝蓋跟這個垮著 這樣 穿來穿去的疼 特疼 尤其這個垮著這塊特疼 每個疼的點兒不一樣了 我發現 還疼得你頭上冒那個汗住啊 有一天突然就那個疼就消失了 我就很奇怪 也不知道咋消失了 從此以後再也不會疼 就不管做多久都不會疼 而且但是你會麻麻麻的 腿會伸開會麻 但再也沒有那種痛感 我發現 我是忍過來的 但是後來發現人家說是 程道宇做多久關係不大 然後我也覺得 這個忍是不是白忍 但是我發現沒白忍 還是多做一會兒好 因為我發現 一般你看到45分鐘前 為什麼我們上課 一般小學你看45度上課 還真是45分鐘亂想 到45分鐘腿疼 腿疼忍半小時 如果你忍過去了 開始靜下來 我發現這靜還需要 真的一個半小時以後 你從來就是連這個 一個半小時可能幾十分鐘都突不破 你這個後面這個小手打不到 忍上那麼幾次忍到最後 那最遲的話你休息還不忍一次 忍到三個小時試一次 而雙排我覺得你忍不了 你就是中間你可以直接單排 單排三排不可以 單排倒是可以 只要你不下座 不下座 因為最終我們的目的是成道 這個盤腿真的是一個輔助了 最終是成道 而且雙排的目的是 將來就是 有很多以前的阿羅漢也不倒單嘛 對 他一晚上他必須雙排 第一次雙排呢 他急速會中正 人體會中正 對 而且他睡著了不會倒下去 對 萬一坐著睡著了 他不會一下子摘倒啊 什麼出現問題 他們以前是在樹底下坐的 都沒有精涉的 而且雙排確實對心們也有幫助 中間也好 容易 容易人體保持一個平衡 而且這個三角 金三角比較穩當 反正雙排有諸多好處 我也沒做到 反正我一直是單排 哦 那我們也可以單排 這個我可告訴你 雙排比單排好啊 但是你說我 我學不到雙排 那也沒辦法 是吧 但是我也覺得單排不影響成佛 我只是告訴你 最重要是心性 是心性 其他的都是吃藥 就是最 因為單排是什麼 就是你如果能突破 你單排不是坐在這兒 一般是 還有就是說 有的人親近了已經 就是坐在這兒就像你說 我沒啥事 我也不腿疼了 我身體軟 有的人人家腿軟 你知道嗎 半個小時沒事兒 人家就沒有疼這回事 哎 坐在這兒這無聊啊 這幹啥呢 啥也不想 一會兒就想一下 一會兒這個 然後最好那個時候就 因為你就調一下呼吸 把一臉往呼吸上轉一下 如果你不想持咒 不想捏佛號這一粒 搞這些 你這個或者什麼這些 多餘的 只是想在自己坐在那兒亂想的話 那你就悄悄呼吸 把一臉放在呼吸上 然後調好呼吸 往內關 來 一臉不要外齒 就是內關 就這樣入不動 一敲呼吸 你就發現你的身體裡邊 開始不一樣 嗯 就這樣子 就最快 但是這個靜坐 確實你看 祝佛菩薩 祝佛菩薩 做蓮花桌 什麼的 他佛像都是靜坐 甚至 很多瑜伽 很多的都 都讓人力 都會讓你盤腿靜坐 就是其實也是些被們總結出來的 就是你把腿這樣盤上 散盤也可以 只是容易散亂 就是容易倒下去 不不 就是散盤有個 這樣盤起來對人體是有幫助的 就是因為人到老年 他腎氣虛了 還有他臀血老 人老臀血老 所以盤起來就像樹 他把那個根根上面那個枝子盤起來 會減少能量的閃失和消耗 他就把下枝盤起來 夾住 就是這個底下 他就會把它 當然坐在凳子上也可以 窺著也行 但是 第一好就是我覺得 靜坐 就是盤腿 雙排或者單排 甚至閃盤 第二 我覺得窺著也是不錯 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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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不行 站著也行 站著 站著 還有凳子 就是要坐著也可以 心性是第一位的 但是這些 輔助的方法 能加助你 尤其雙排 能讓你靜下來的速度快 而且你一上座 人就覺得自己好像在休息 你知道這個日子蠻重要的 對 你要不要坐就上座 你總覺得浪費了 你沒修行 你會覺得不安 你心裡覺得你不像在休息 我說在這吃蘋果喝茶 就叫做 吃蘋果喝茶去 吃蘋果吃 你總覺得這不像休息 幸虧大家學過禅宗 現在中國 屬於學佛 基本上 都對禅宗有一點了解 真的 感謝六祖 感謝 大家都知道 吃蘋果也能開過這回事 所以很多的 人家 學小城西法門都過來 老師 老師 你那個稻草 拿下了稻草 大家賣錢擺的全是吃的 你要把那些吃的清理掉 擺上佛笑 我說也不對啊 再講嘛 我們又不是在四月 但是他們還是對吃還是有意見 對我們稻草 這個無限制的吃下去有意見 然後 是不是 就覺得 我說我們學 學校全是幼兒園 那我們不吃 大家來也不來了 開玩笑 是吧 就是覺得 其實佛法是很 我只是覺得 因為我們是在家的道場 我是覺得 佛法就在生活裡 就是大家 就是不要把 不要一開始休息 就把自己搬得緊緊的 坐著就 要個樣子啊 本來還無形無相的 一下子變了個樣子 當然佛學裡邊有八切威夷啊 但是你要懂得佛 為什麼就修練了八切威夷啊 當然那些形象 坐有坐像啊 對很多不正的人來說 被欺脈啊 就是清醒啊 很邪的人 或者是 那會有一點幫助 但八切威夷是個 什麼也做不到八切啊 它這個就像 八萬四千法明是個販子嘛 當然人力 人力能做到的也是少數 收心設意 嗯 就是殺到一望九 這些盡量的少做就行啊 戒殺到一望九 我老是忘了前面這個戒指 戒殺到一望九 少做啊 就是這樣啊 就是基本五戒嘛 在家裡啊 我們本來是無形無相的 有時候我們 其實有時候有偷心 還有一個就是 不是說偷這種啊 就是偷心有時候是說 你一定要想成為一個什麼 你一定要什麼 這也是偷心的一個視線 就是一個狀態 你一定想變成個什麼樣子 其實你不是空性嘛 你是無形無相的 其實裡邊你就包含了各種想 你想變成的那個樣子也在裡邊 比如說你想變成三十二下 八十歲行好野心 但是需要功德啊 你要在人道視線那個光明啊 像 第一需要修正 但修正你需要深口意做 修正你需要深口意去做 在人世間你怎麼需要很大的修正 修行的功德 當然學法也是功德 一個很大的一處 很重要 學習政治界啊 沒有政治界 你所做的也叫善報嘛 成不了佛嘛 所以我們想 想變成啥也可以 只要你足夠 足夠修得足夠好 空性什麼都有啊 你只是取不出來啊 我說空性裡面一切具足嘛 你拿不出來啊 大家說佛菩薩視線 佛菩薩不視線東西的 其實佛菩薩不視線 是因為眾生看到他是什麼樣子 因為佛菩薩的視線 只不過是破眾生的執著 但是佛菩薩也就沒有眾生 你知道嗎 因為眾生像破鏡了 所以沒有可視線的對象 所以佛菩薩不視線東西 只是你執著的時候 就看到佛菩薩是那個樣子 你知道嗎 但這個就講的有點過了啊 大家修一修差不多 再修一修 都破完眾生像再說 宇宙有很多外法 有很多很多法 也有六根六成 好像我們頭腦中 裝著宇宙 裝著銀河系 裝著太空 裝著很多很多 甚至裝著說 每天要放下的東西 私情啊 好像在這世界糾結啊 我要放下煩惱 放下吸氣 其實你別那樣考慮 你修行別考慮這些外法 把六根六成的這種情緒 別考慮 就搞定自己的六根就行 這就是你看 你們看能眼睛 佛說 諸佛菩薩都說 所有的問題都在你的六根上 宇宙外法 你不需要破那些一萬個法 你也不需要破情感 也不需要聊種種緣 沒有緣這回事 是你六根 妄解妄文 妄聽妄常 妄感覺 妄覺什麼 妄都叫妄覺 妄處啊 妄動 是你無名妄動啊 你一直在妄動 世界宇宙 眾生就產生了 知道吧 所以你不妄動 什麼都搞定了 宇宙外法全部破境啊 不要在外法裡面折腾 不要說 哎呀老師我要不要離婚的問題 哎呀老師我要不要情感 還貪不太戀愛 結不結婚的問題 老師我要出嫁還是在家 老師我要 我是不是要閉關 是吧 當然這些你都可以搞啊 隨便你 只要你願意 問題是你在這折腾沒用 知道吧 你搞定自己的妄見沒有 搞定自己的妄聽沒有 搞定自己的妄聞沒有 搞定自己妄常沒有 你在舌根上是不是還貪圖美味 你在鼻子上還貪圖香味 你在眼睛上還貪圖 你認為的一切 就是這就是佛學有的 知見立結集無名本嗎 你一睜眼白的錯了 你是個人 你知道嗎 你不是佛你在人道 白的已經錯了 白色的錯了 因為只有人力才認為白色的 其他的就是不認為 是吧 蝴蝶過來彩色的我要彩花嘛 因為他的光譜色下是不一樣的 知見立結集無名本 知見無界十幾年牌啊 無界 不見這個世界的眾生過錯 眾生不見啊 一切都是假明啊 金剛精說一切假明啊 假明白色 但這個了知 你需要很盡很定 你才能了知到金剛精的東西 並不是你需要開悟 是你足夠盡這個盡就可以 你就能聽懂了 所以搞定你的六根 你要想突破人道 你的戒文覺知很重 你看你的眼根是不是還在著笑 耳朵還不在著笑 鼻子還 眼根破了光明跟黑暗沒有 耳朵破了動靜沒有 破了香味單位沒有 鼻子破了香味單位 破了鞋味單位沒有 香臭 鞋味單位 身破了離合沒有 觸覺 這是根本的一個破 破近了你就從人道出來 破六根啊 你別在頭腦裡想出外法 要把全宇宙摧毀 你說我放下了銀河系 沒用 我告訴你 銀河系我不惹你 你放他幹啥 我放下了地球沒用 我告訴你 你放下你媽沒用 放下你爸沒用 放下你老婆沒用 放下你孩子沒用 放下你的六根之間有用 成道有用 放下你的妄聽 放下你的妄文妄聽妄解 妄想 所有的你就放下了無名一竇 你以人類的眼睛去見聞覺知 你還不是個人啊 那你是個人不受人類的報嗎 共業之報還有各業之報 你就算做得很好 你還有共業呢 大家共同見證了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房地塌下來 我們都完了 共業嗎 你看見的這個蜘蛛院就這樣 如果天人站在這兒 這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到底這個地方在不在這兒 這個地方是個假的 你今天看見這個木頭桌子 就這麼大 天人在空中 他角度不一樣 可能看見這個桌子很小啊 再站得高一點 這個地 你在飛機上都看見地球都很小了 那這個桌子有多大 我們就像竹爐一樣 就這麼小 天人看我們 人家都幾丈高 為什麼 因為人家站得高 站得高俯視你 就覺得你矮嘛 是吧 他在飛機上看我們呢 就覺得人力怎麼這麼矮呢 我說你下來敢 敢下來看嘛 是吧 你在飛機上看我們 你站那麼高 我們肯定矮嘛 你下來還不一定比我們高呢 是吧 是吧 下來比比嘛 是不是 我下來也比我們高 我嚇唬他嗎 他不敢嚇唬他 突破六根啊 所以佛學 你看人眼睛裡面 你們馬上聽了 耳根圓頭 眼根圓頭 都是六根圓頭 胸圓頭 他圓頭的 說圓頭只是說 圓滿通達 就是突破了你的局限性 眼睛突破了你眼根的局限 耳朵突破了耳根的局限 因為對無名的心來說 或者對你那個不無名的心來說 智慧都是一馬似的 沒有六啊 沒有這六個根啊 這六肉嘛 佛學說最初你無名一度 啥叫六肉嘛 形成了你這個野耳鼻舌生意嘛 沒有六它就一個心 你看你 你沒有心你眼睛也看不見吧 否則死人眼睛沒掉 怎麼能看見呢 死人耳朵也沒掉吧 也聽不見是吧 那還不是有心念在動嗎 沒有這個意念的動 所以這個假心也罷 這個我只是算法 它沒有六 只是所有的建盟絕對 都是靠你這個心 沒有這個六啊 所以我們現在被野耳鼻舌生意局限 眼睛只看眼睛局限在你定義的東西 你眼睛只看你定義的 你知道 你知道你眼睛本來可以有天也法也 會也佛也的嗎 但是你定義了這個世界長寬高 你定義了這個桌子是物質的 你只看見物質 你定義了你是能量的 你就看到能量 你定義了你是光 你就看到光 你定義你是波 你就看到波 為什麼很多修行修理官 或者他定義他是正度 他就看到正度 他啥也不是其實 他啥也是 你不是波不是光不是正度 你也不是波動 你也不是物質 你也不是能量 你啥也是你啥也不是 這就叫空性 只有你啥也不是的時候 你才啥也是 你如果你是個人 你怎麼能是別的東西呢 你是人 你就不是畜生 你就不是天人 你就不是惡鬼 你能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受者 這不是無死 金剛金破的思想 受者是時空啊 生命想 沒有時間 只是一個生命 你看見一切東西在生命 所以時間一直在那卡住你 你只要眼睛沒 看見了生命想 時間你就沒迫起 生命是個什麼 你今天在 什麼時候省到什麼時候死 這不是生命嗎 這個東西 持續多少年就壞掉 這不是生命嗎 所以一萬年以後 這個桌子也壞掉 這不是生命嗎 你甚至會想像它在生命 只要你頭腦裡邊有這個生命 時空就一直在那 但不要認為你看見永恆了 你就說是你 沒有生命哪有永恆呢 是吧 不要因為你每天說 哎呀老師我看見永恆了 哎呀我都不敢接你的話 你看見永恆了 那時你憋了個永恆的樣子出來嗎 在頭腦裡邊 沒有生命 怎麼可能有永恆這回事呢 只有空性啊 你別暴害生命給永恆啊 永恆是相對生命 建立起的概念跟圖像啊 怎麼叫永恆這回事啊 不管是情感還是什麼 你說我知道永恆是什麼了 我說 嗯 那是什麼 他說是不是生命啊 他說不知道 永恆是什麼生命 是吧 他就是個手心手背嘛 永恆生命 那你說你看到永恆了 既然沒看到手 我敢接你話嘛 你說 這邊叫生命 這邊叫永恆嘛 這不是相對建立起的概念 手心手背嘛 你說老師我看到了永恆 你說沒看見手 我敢接你話嗎 你沒看見啥都不知道嗎 是吧 你說我不看生命了 我看永恆嘛 所有的概念都你想出來的 所以世界是你想出來的 並也是你想出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想出來的 你破啥 不是停假忘想 你破這個世界啥東西 眾生是你想出來的 三間六道是你亂想出來的 都是你無名一頓鬧出來的 甚至你媽你爸你身邊的一切 都是你想出來的 這是佛學真的這個很難繞的信啊 你要回家對你媽這麼說 這是科力愛重 我是你想出來的 你再想一下 是吧 肯定愛重 我靠你 你再想一下 給我想出來 再想給你媽你爸出來 是吧 這是探討本緣的 第一個 父母從哪裡來的第一個人 本緣嘛 現在不能這樣說 回家就是我救你生的 這樣說話 是吧 我救你生的 我扶你 你說說算 就這樣子 但是治病可以這樣想 想出來的 然後坐在那兒想 我怎麼亂想的 水得病了 是不是 然後說 最後如果想不明白怎麼亂想 那就停下所有亂想 知道吧 慢慢回號 是不是 有的病是 很多病 有的來自於地獄道 有的畜生道 有的惡鬼道 它有些貢业裡邊 有些如果大面積爆發的病毒 都是有貢业在裡邊的 你不是一個人做好 就能不染病 不一定 有貢业 有個案都在裡面起 我覺得 是 你的病毒 也在裡面 這是 很 tree 你的病毒 很検討 是 sa 因此 甚麽 不用問 有 失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